我看過有些人說 老不是慢慢的老 他說是突然間 當你放棄了自己 你就突然老了 我覺得我現在都沒有老的感覺 我還跑馬拉松 還在比賽三項天人 我是史篤瑟章 今年剛到六十五歲 退休了幾年 退休的生活也有 我都有些義工的工作 也在學習中 有上課學習一些比較科目的 學術性科目 我最後一份工作其實就是船目 Supervisor 演員養船 四年前左右 我就完全退休了 開始商業的生活 我本來回到我年輕的時候 一定沒有想過自己老了之後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很不得閒 我這樣occupy你的腦 就是如何奮鬥 如何向上爬 令到你能表現各樣的東西 都會真的很好 但在我來說 我沒有將這個介紹 所以我突然間有兩元的 兩元的 traveling course 的benefit 我覺得 我更開心了 另外一個心態 有時都有人讓位讓我坐 我都接受這個優待 我都會坐 我都告訴我太太 如果我今天和比我十八二十五 我現在簡直好像殘廢 我那時在逛逛街都可以打個關斗 現在你雖然跑到馬拉松 但是那種體力當然是不同 我退了下來之後 我就告訴自己 讓自己所有球體的損傷 用兩年時間將它調理好 然後再做得好一點 如果你覺得自己老 可能我到了這個數字 我都應該是老了 那它就真的會老了 這件事就會令到你表現各樣東西 也都會真的老了 但在我來說 我沒有將這個界線 別人說要留著年輕人 我覺得我自己的實際做法就是 永遠去學東西 永遠去學多些新東西 你便不覺得自己老 那你還懂得新東西 那你跟年輕人去溝通 比你年紀小的人去溝通 他都沒有覺得你好 那你自己怎麼覺得自己老 那我打算到下一年 那我打算到下一年 我就會讀個 研究章學生的學生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不想做一些 做一些比較正式的 構思的學習 因爲我今天學一些東西 明天學一些東西 就構思了它 對自己可能是有點壓力 但都可以在這個階段的一個大的挑戰